您好 怎么 你受伤了 没有 快看看 是不是这份作战计划 不对啊 怎么全是白纸啊 你去哪儿啊 我答应周先生的事 我就一定要做到 我去把那份 真正的作战计划 给他拿回来 不行 太危险了 绝对不能去 危险我也得去 高大哥 你听我说 既然日本人 已经把计划掉了包 那就证明他们早有准备 如果现在你再返回去 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正以为他们早有准备 所以那份真正的作战计划 现在一定有人好好看着 对吧 放心吧 确认 去什么 高天行呢 他刚回来又走了 去哪儿了 日本人使用了吊胞技 他要杀个回马枪 他说他答应了您 一定要把真正的作战计划书 交到您的手里 天星真是个忠义之士啊 只可惜 他冒着生命危险 拿回来的作战计划 注定是废纸一张啊 局长 我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 上海 沦陷了 沦陷了 多谢她的 难道这么多人就白死了 这些人的血都白流了吗 如果不撤 会死更多的人 流更多的血 委员长 这是在收权大人 只怕是 这权收回来了 就再也打不出去 那就是南京方面的事了 作为军人 我们只有服从命令 可 可我们现在是让高大哥 冒着生命危险 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放心吧 高点行是个人才 将来可以为我所用 我要去接应他 阿梅 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他在为我们做事 是 对不起 局长 这次我不能听您的 怎么 你对他动了感情 我只是想帮他一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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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待会儿 我看你 下山上 桜是最大的 哪个部队 桜是最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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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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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